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就是小甜甜跟他老公的关系 可以说是已经正式撕破脸了 那么两人当时呢 其实交往一年就火速的结婚 那么男友过去 他的老公呢 过去在节目中就有被问到 为什么想要娶甜甜的三个原因 没有想到呢 他的答案确实呢 让小甜甜非常的尴尬 甚至呢 连来宾沈玉玲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吐槽他说 你是在找看护吗 亲一个亲一个 小甜甜夫妻 2022年4月一起上 11点热炒店节目 谈起了婚姻状况 小他13岁的宋先生 被问到为什么会娶小甜甜 列出了三大原因 他说因为他会做家事 而且他帮我按摩 而且呢还会倒垃圾拿包裹 让小甜甜听完呢 只能尴尬的笑了一笑 此话一出呢 让现场的来宾全都炸锅了 纷纷开炮 你是娶佣人吗 还是在找看护啊 连在影片底下呢 也有网友留言 表示甜甜真可怜 而小甜甜过去上节目的时候 其实也有被主持人问到 为什么会选择跟宋先生结婚呢 那他也透露两个人相识的过程 他说南方曾经准备惊喜派对 被向他告白 他也坦言这是他36岁以来第一次被告白 甚至还在他生病开刀的时候一直陪伴他 那这种种的贴心举动 也让小甜甜当时就认帝 这是他这辈子对的人 小甜甜2021年2月曾在节目单身行不行 还原结识到交往的过程 两人是透过好友介绍认识 南方曾经穿着笔挺的西装 准备惊喜派对 向小甜甜告白 而他也坦言这是活到36岁以来 第一次被正式告白 所以很快就答应交往 交往约两个月的时候 他因为圣洁时开刀 南方每天在医院贴心守候 还为了他请假 小甜甜也提到 相较于过去经常遇到渣男骗钱 宋先生特别的地方是会帮他存钱 让他觉得宋先生就是那个对的人 没想到如今结婚两年 就闹出婚变家暴等风波 事件至今仍持续延烧 对照当时放闪言论 形成强烈的对比 也令外界不胜唏嘘 小甜甜日前也在脸书上面写下了签字文 痛诉被老公家暴的过程 而南方日前也事后po出了三段影片 还有签字的声明稿来做反击 双方可以说是正式的撕破脸了 不过在1月6日播出的节目当中 小甜甜被问到离婚官司的相关话题的时候 当下露出的表情相当令人心疼 近日播出的女人我最大 小甜甜担任来宾 那单元主题在讨论最近业的新作 国师唐启阳提出了一道心理测验 就是亲戚打离婚官司 对方的律师是哪一类 要求来宾选择 而小甜甜选择了认真专业型 但有网友表示 该集录影时间大约是两个月前 当时家暴官司正在进行当中 但他虽然露出了些许的愁容 仍然坚强表现出热无其事的模样 令人相当心疼 而小甜甜的家暴事件曝光之后 引发了外界的争议 其实小甜甜她在不久之前 上小S节目上的时候 她又坦言自己曾经 交往过一任这个也会家暴的男友 她说对方不只抓她的头去撞地板 还要求她下跪 甚至吐口水在她的脸上 我觉得这行为非常的羞辱 那其实当时就有网友看了节目猜测 她口中说的前男友 可能就是她前男友张风琪 因此网友们还跑到张风琪的脸书上面 去留言呛说 听说你跟甜甜交往期间会对她施暴 而这件事情曝光之后 张风琪也透过经纪人发出声明 表示要提高 艺人小甜甜与老公宋先生的家暴风波持续延烧 网友翻出去年小甜甜在综艺节目上 亲口揭露曾遭残忍家暴的往事 节目中她透露 对方不只会抓着她的头去撞地板 还会拳打脚踢 更比她下跪朝脸上吐口水 相当的羞辱人 这段经历让现场来宾 与主持人小S都哽咽落泪 小甜甜也坦言自己当时执迷不悟 以为只要忍耐 对方就一定会回来 而她与艺人张风琪曾轰动一时的恋情 也因为这段言论再度受到关注 今晚我的时间推算 怀疑小甜甜口中的前男友就是张风琪 并跑到她的脸书下留言 听说你跟甜甜交往期间对她施暴 打女人好烂哦 而免得指控 张风琪日前透过声明澄清 自己一直以家庭为重 不会是施暴者 对于酸民的言论 将搜证提告 宋一鸣创立的意气发光教会 近期备受争议 而弟弟宋达明的意志新教会 在八二的时候有举办聚会 而虽然他本人没有出面 但小组长唐玲有卸身来接受访问 被问到是否他也有被逼十一奉献 他则坦言因为最近经济压力比较大 所以也没有办法奉献 不过我会悔改 我会悔改 我会尽可能 赶快处理好我的财务状况 艺人唐玲对着镜头忏悔 就因为经济拮据 没能对意志新教会 做出奉献 这是宋达明成立的教会 在八日举办五周年聚会 而他的双胞胎哥哥 宋一鸣的一起发光教会 近期争议凌连 外界都好奇 宋达明是怎么想的 他有说就是要有爱 刚刚他在案例的时候 就是希望所有的小组长 都可以有像为人父为人母的心 去爱他们的小组员 这是他对我们的教导 就是弟兄姐妹们要有爱 小甜甜成字谱 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问题 却在会后 遭到宋一鸣标骂半个多小时 而唐玲担任一执行教会的小组长 你现在受访 等一下宋达明知道后 会不会不开心啊 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代表我自己 我是代表我自己 我没有代表教会 一起发光前教友王瑞玲爆料 宋一鸣要求教友固定奉献 引发争议 记者追问唐玲 宋一鸣有没有逼他奉献 我就没有啊 我还是来了也没怎样啊 对啊 但是我会悔改 我会悔改 我会尽可能赶快处理好 我的财务状况 唐玲表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还引用宋一鸣骂小甜甜的话 说自己的私生活有很大的状况 我的私生活有很大的状况 所以我的那个金钱上面呢 现在其实要做十一奉献是有困难的 那因为我也有庞大的房贷 还有医药费 以及我自己的生活的压力 所以我知道基督徒要十一奉献 但是我目前也真的是 就是很糟糕的是 我没有把自己财务规划好 所以我现在其实是能力有限的 唐玲坦诚自己在一支新教会 零奉献 对此唐玲表示会好好悔改 赶快处理好自己的财务状况 做一个十一奉献的基督徒 艺人白家琪被卷入小甜甜家暴事件之后 他的黑历史也曝光了 包括有网友出来爆料说 他曾经有霸凌过别人 现在还有网友翻出来 他之前上节目的片段 就是他2006年上天才向前冲的节目时候 他在节目中是单穿内衣还有丁字裤 但是有网友就发现他的上围 他看起来其实就只有逼罩杯而已 跟现代的丰满上围 好像有很大的落差 白家琪当年上节目才21岁 被问到三围时 他回答32B 24 33 格外引起讨论的是 白家琪无论是上围或是五官 都被质疑和现在差很大 但他其实早在2012年就出面澄清 说自己从来没有进场维修过 白家琪解释 他是因为戴牙套脸型才会出现变化 再加上化妆技巧进步 才让容貌有所落差 另外他也否认有丰修 表示是当时那套内衣很重 不止压修也无法集中 所以看起来很平坦 而且他出道之后才发现 穿错内衣尺码 所以当时才会自称是B罩杯 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B罩杯 而这个一起发光教会的理事长宋一鸣 还有他的妻子陈威玲 在四日召开澄清记者会的时候 大家呢 关注的点不是他道歉什么 而是在他旁边的陈威玲 他的表情 因为他的表情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 对之后好像还被网友做成了表情包 没错 但是他的表情有那个三段式的变化 就连这个网红律师八毛都酸说 他的道歉被他演成是生理痛 那现在呢就有网友翻出来说 陈威玲早年的一段演戏的作品 他在剧中是饰演皮卡丘 那一生气呢 就会发出十万伏特的电流来攻击人 不少网友看了都笑说 原来他真的是演员 是我误会世界了 有网友在报废公社二馆发文 原po挖出过去陈威玲 在台湾灵异事件 警示剧场中演出的片段 当时陈威玲在剧中饰演皮卡丘 使用超能力电极纽承泽 让纽承泽惊慌直呼 这是什么皮卡丘 而这篇文章一po出 立刻引发网友热烈的讨论问 说原来师姐真的有演过戏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居住地震